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就像狐狸猫说的 碎纸片对不开心的脸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难道狐狸猫真的会变魔术吗? 其实这是因为被狐狸猫尾巴的毛皮摩擦后 气球摩擦过的表面会带有电荷 会吸引不带电的碎纸片 这些电荷不易自由移动 称为静电 而生气脸的气球之所以不会吸引碎纸片 是因为没有经过摩擦 所以没有产生静电 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处处有因静电而产生吸引的现象哦 快速撕开免洗块塑胶套 塑胶套会粘在手上 其实也是因为塑胶套撕起来的时候发生摩擦 而产生静电哦 不过 所有的东西互相摩擦 都能产生静电吗? 有些物质可以让电荷自由地在原子间移动 所以通电时 电荷会在物质间传导 这种容易导电的物质 我们称为导体 例如金 银 铜等金属 但会导电的可不只有金属 其实还有非金属的石墨 电解质水溶液 我们人体等也都是导体哦 但你还记得吗? 静电之所以叫做静电 是电荷因为不容易自由移动 而占存在物体表面 电荷无法在物质间自由地移动 而不容易导电的物质称为绝缘体 例如玻璃 塑胶 木材 布等等 所以静电常会出现在绝缘体上 那么 静电有几种呢? 要如何区分呢? 在18世纪时 有一个美国科学家 富兰克林 在探索电学的过程中 将丝菌与玻璃棒摩擦 并将摩擦后玻璃棒所带的电称为正电 而将毛皮与琥珀摩擦 摩擦后 琥珀所带的电称为负电 当我们将两个物体摩擦时 摩擦的过程中会提供能量 使物体表面上一部分的电荷移转到另一个物体上 这种因摩擦产生电荷转移 而带有静电的现象 称为摩擦起电 要注意的是 摩擦只是让电荷移转 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电荷 A球从原本的电中性 在失去电子后变成带正电 而原本电中性的B球则是 得到电子后变成带负电 其实我还有一个魔术哦 要看吗? 当然好啊 于是狐狸猫 又开始一边用自己的尾巴 摩擦着生气脸的那一面气球 一边念起咒语 Money Mami Hong 大家不爱生气脸 连开心脸都不想看你 摩擦完后 只见狐狸猫拿着生气脸的那面 靠近笑脸 没想到 笑脸竟然真的转身了 怎么会这样? 好了 我解释给你听 当两个正电 或两个负电靠近时 它们会互相排斥 碰不到对方 刚刚的笑脸跟生气脸气球 因为跟我的尾巴摩擦过 都带负电盒 所以就不会面对面啦 但如果是正电跟负电靠近 它们就会互相吸引 不过 同性相吃 异性相吸的原理很简单 但是如果是三颗带电的球 它们之间 是会排斥 还是吸引呢? 那我们可以计算 这股吸引力 或排斥力的力量 有多大吗? 没问题 我们将两代电体之间吸引 或排斥的力 称为静电力 它是可以量测的 法国科学家库伦研究发现 静电力的大小 会随着两代电体间的 带电量增加而变大 随着两代电体之间的 距离增加而变小 这个静电力与电量 距离的关系 也因此被称为库伦定律 而静电力的方向 则与两代电体的电性有关 当两个球形带电体 所带的电量 分别为QA与QB 两球球星之间的距离为R10 两者之间的作用力大小为F 再加上库伦常数K 其关系可以写成这个式子 静电力的方向 则是同性相斥 沿着连心线向外 异性相吸的静电作用力方向 则是沿着连心线向内 如果我们把其中一球的带电量 变成两倍 而其他都不变时 可以得到作用力变成2F 而如果是将距离变成两倍 其他不变时 可以得到作用力变成四分之一F 那么如果两个带电体的电量与距离 都变成两倍呢? 库伦定律我懂了 不过 到底什么是电量? 物体所带的电荷量多寡 称为电量 电量的单位就是库伦 简计为C 就是因为那位科学家库伦而命名的 那么一个电荷有多少库伦呢? 科学家经实验得知 一个电子或直子 称为一个基本电荷 简称1 所带的电量大小为 1.6乘以10的-19次方库伦 由于一个基本电荷 是电量的最小单位 所以任何带电体 所带的电量 都是基本电荷的整数倍 而一库伦的电量 则相当于6.24乘以10的 18次方个电子 或直子所带的总电量 让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吧 不能自由移动的电荷 不平均地分布在物体表面 称为静电 绝缘体可利用摩擦起电的方式 使部分电子发生移转产生静电 得到电子带负电 失去电子带正电 同性电彼此相斥 异性电则互相吸引 电量单位为库伦C 一库伦的电量相当于6.24乘以10的 18次方个电子或直子所带的总电量 一个电子或直子所带的电量为 1.6乘以10的-19次方库伦 是电荷的最小自然单位 称为基本电荷1 带电体所带电量 皆为基本电荷的整数倍 库伦定律为 两静止电荷间的作用力F 与其电量Q乘积乘正比 与距离R平方乘反比 最后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在前面的静电力粒子中 球本身的质量都没有改变过 那么球的质量改变的话 会影响静电力大小吗? 6分钟 7分钟 1分钟 联系电raph 3分钟 4分钟 5分钟 3分钟 0分 pendAudi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